基本上請你先增加一欄 第二個請你把剛剛的程式 這個地方前七名怎麼做 第一個輸入Sub前七名 然後Enter 這邊就出現一個我們要的程式 再來其實你不用重寫 你直接把這個地方的格式化的程式拿來複製到這邊 然後差別的規則在哪裡呢 只有這個地方改一下 這個是把這個儲存格 我先把裡面的格式清掉了 主要是這個地方改什麼 把原來是底色改成黃色 改成什麼呢 改成把資料複製到這裡 所以我要怎麼樣把這個裡面抓到的格式 放到指定的這個位置 這個程式鑽血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學了很久 最後還是不會寫這個 這道理很簡單 加個等號就好了 把後面東西放到前面去就對了 所以特別注意寫的方法 一請你前面的這個位置在哪裡 這個後面我把這個把它刪掉 留這個Sales的A欄 其實你只要寫什麼呢 前面的東西是什麼 前面 這個先複製一個 拖欄一下 這個儲存格叫什麼 Sales的第幾列呢 第二列 哪一欄呢 F欄 那後面的東西的話 你就加個等號就可以了 等於這個就可以了 所以程式寫完了 這個複製到這裡 就是這個儲存格的東西 複製到這裡的意思 OK 看得懂意思吧 沒有很困難啦 只是說我發現有些同學 那個觀念沒有轉過來的話 你就不知道該怎麼寫 OK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那這個等號特別重要 你不要一直被這個等號給限制住 因為很多人看到等於 你就一直想到以前數學那個等 這個地方跟數學等於不一樣好不好 這個等於意思是把後面的資料 幫我把它複製到前面去的意思 OK 所以這個等於 應該不能講以前那個數學的等於 應該是把資料 從後面複製到前面的意思 OK 所以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所以呢 我們直接執行的話 假設啦 假設我只有改這樣喔 有沒有 把這個改成這個 但執行的話會怎麼樣 變成最後只有一個 為什麼 因為第一次12 第二次21又蓋過去 所以呢 他只會留下最後一個 那怎麼辦 特別注意喔 關鍵的地方來了 其實啊 當然我想到的方法 就是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2有沒有 當他第一次放的時候是2 第二次變3 因為要放在下面這個 這個是3 再來變4 一直變5 有沒有 一直往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怎麼寫比較簡單 當然方法很多喔 可是啊 想到最簡單的方法 所以我後來想到一個 最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喔 你可以在回圈外面 先增加一個什麼 一個變數叫K K等於2 2的話 意思是它初始值 先把這個2放在K裡面 然後這邊的話把它改成K 那以後的話 只要資料放一個進去之後的話呢 把K的值怎麼樣 加1之後呢 寫回去嘛 所以K等於什麼 K加1 就大功告成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可以放在這裡嗎 你說要寫在這個嗎 你說要放在這裡嗎 其實喔 以邏輯上來看的話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 猜猜看 可以嗎 猜錯沒有關係啊 應該是不行的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們要什麼時候才能加1 是要有找到的時候加1嗎 可是如果說你沒有找到就加1的話 有沒有 那會變成我資金給 發現 跑一下就知道了 跑一下就知道 OK喔 有沒有發現喔 它跑到這裡來 跑到這裡來有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它沒有進到那個回去 進到那個 那個if裡面嘛 也就加1了 因為變成說它只要跑一次 所以呢 變成當I等於2的時候 它就K就變成等於3了 有沒有 然後一直往下 所以它變成不行 所以特別注意 一定要放哪裡呢 一定要放在這裡面 OK喔 那其實有時候 假設你不確定的話沒關係啊 你就改一改看 其實我剛開始有時候 對有些程式也是滿陌生的 不過有時候跑一下嘛 反正錯沒關係 我們再來修正就好了 OK 所以這樣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結果好不好OK 來把這邊設個中段點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K預設值等於2嘛 然後呢 現在資料放過去之後 它再幫我加1 所以K等於3了 有沒有 所以K等於K加1 是把它加完之後 放到前面去的意思 所以喔 特別這個等號 跟這個有點像 把後面東西放到前面去啦 OK喔 所以這個概念有的話 其實以後寫程式應該沒那麼複雜 OK喔 下一個 那底下都一樣了 所以我就讓它全部跑完了 列出來 OK喔 應該可以知道我在寫什麼吧 那最後的話呢 其實喔 就有同學說 老師可是我希望喔 因為現在的話是 小於等於7嘛對不對 然後找到的話就是說 它不是按照順序來排 可是它是希望怎麼樣 假如呢 我希望喔 可以怎麼樣呢 第一次先幫我找什麼 第一次先幫我找第一名的 第二次找第二名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前七名的話 它是1到7的那個排名喔 OK按照那個順序來排的話 那這個地方喔 程式該符的撰寫 欸想想看喔 所以呢 變成怎麼樣 這個地方應該怎麼樣 要多一個變數了 有沒有 你就不能把這個地方變成小於等於7喔 而且應該是等於 等於追就好 那你不能等於1啦 等於1就是永遠找第一名的 可是我下一次要找第二名啊 下一次要找第三名 所以怎麼樣 這邊你可能要多一個變數叫追好了 那追這個詞的話喔 變成說你跑第一次要先產生1 第二次要產生2 因為第一名第二名 一直到第七名嘛 所以喔 其實如果你要把 按照順序 把它排名的話喔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這個追喔 你只要把它寫在哪裡 寫在這個4回圈的外面就可以了 所以再來你可能 不過這個難度比較高 4追等於什麼 1到7 有一次我讓他有沒有 可以自動幫我跳第一到第七名 然後你直接把這個4回圈 搬到這裡面來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按TAB鍵 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程式就寫完了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34號 第一名 應該是吧 34 1號 34沒錯 再來第二名的話是201 有沒有 一直可以推 就大功告成了 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啦 OK 不過 我想喔 你們還是先完成喔 先 反正先抓到小於等於7就可以了 小於等於7的 如果你想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什麼 按照順序的話 這個地方 就必須要多個J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今天的話呢 主要我們就是 就是把這一題總共6個按鈕 把它完成 大概是這樣子 之後的話 繳交作業 這個也許你就把它存檔起來 繳交這個一個樂透彩的一個 練習作業 裡面的話 程式之外 就是再加按鈕 所以跟我一樣 產生六個按鈕就可以了 OK 六個按鈕 至於那個排前7名 這個我想你們就自己在 自己在怎麼樣呢 自己自己看吧 反正如果你要按照1到7也可以啦 你要按照 這個找到的順序也OK啦 反正只要能夠排出這個順序 就這樣完成了 可以的話 盡量就是 把那個 1到7名的順序排列 不過 會需要用兩個回圈 OK 試一下喔 OK OK